詞曲 李宗盛 我們前次講這個Determinant Determinant一開始我們是這三個是定義 前面有三個性質這是定義 就是說這個單位矩陣的Determinant是1 如果你這個矩陣的兩個Role做exchange 這個會變號 然後這個Determinant是每一個Role的linear function 後來我們就推倒了幾個性質 第四個性質就是說 如果一個矩陣有兩個EqualRole Determinant是0 第五個性質說 如果一個Role從另外一個Role 從另外一個Role減掉 它Determinant不會變 第六個是如果有個0Role Determinant也是0 第七個如果是Triangular Matrix的話 Determinant是對角線的component的Prada成績 第八個說這個矩陣是不是Singular 就是Role減為Role Determinant是不是0 第九說兩個矩陣相乘 那Determinant能個別取Determinant再相乘 然後還有一個介紹正的 第十個就是說這個Determinant取Transpose 它的Determinant值是跟原來一樣 所以我先把這個第十個證彈 所以我先把這個第十個證彈 比方說這個 這個2x2的例子 你把這個矩陣取Transpose 這兩個Determinant是一樣的 OK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證明 那我們把它分成兩個Case 第一個Case就是說它Singular的時候 我們特別處理 如果A是Singular 就是它的Prada的個數不夠 OK 它Rank不是N的時候 它ATranspose也是Singular 這我們知道 因為A的Rank跟ATranspose的Rank是一樣 好 所以說我們前面跟你講過 第八個Rule 它說是不是Singular 就是若且為若這個 這個矩陣的Determinant是不是0 如果Singular就是 它Determinant就是0 如果不是Singular Determinant就不是0 所以這兩個都Singular 所以兩個Determinant都是0 所以當然就相等 OK 所以兩個都是0 所以就相等 這個是第八個Rule講的 好 所以這個Singular先單獨處理 反正都是0 就一樣 那我再看不是Singular的時候 Otherwise就是不是Singular的時候 不是Singular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前面說 我們可以把它做高斯消去閥 In general我一定可以變成這樣子 一定可以變成這個 你先把Rule做Exchange 然後你就一定可以做成LU L是個Lower Triangle Matrix 然後對角線都是E U 是U 是Alper Trangle Matrix 它的對角線是它的這些Pivots OK P是Permutation Matrix 就是先把它做適當Rule Exchange 以後 然後就把它分解成LU 對不對 前面的高斯消去把它講的 基本上都可以做到這個樣子 好 然後呢 因為我們要算這個Transpose的Determinant 所以我把左右兩邊都取Transpose OK 好 所以得到這個 所以得到這個樣子 然後再來呢 再來我要秀說 這個Determinant跟它的Determinant一樣 他們是怎麼證這個東西 我們前面Rule 9跟你講說 兩個矩陣相乘的Determinant 個別Determinant相乘 所以我呢 這兩個都有等號對不對 我把這個左右兩邊全部取Determinant 所以 這兩個相乘Determinant 個別Determinant相乘 所以我們就從Rule 9 第九個Rule 我就可以到 左右兩邊都取Determinant 變成 OK 好 可以到這個 就是用Rule 9 所以到這些 然後我要秀什麼 然後我在秀說 這個L跟LTransposeTeterminant 是一樣 U跟UTransposeTeterminant一樣 然後P跟PTransposeTeterminant 所以全部都一樣 所以這兩個一定要一樣 對不對 因為這個都一樣 所以它就等於它了 然後所以這個等於它 那這兩個又一樣 所以這兩個只好一樣 好 那我要rule out這個0的地方 因為如果有個0這個全部就變0了 我不能講這個事情 所以我必須要把這個singular case把它拿掉 因為我要用這個 因為你如果有一個是0了 這個就全部都0 你就不能說剩下也都相等 所以我這個case要考慮這個a的determin不能為0 不然上面的argument會不對 好 所以我們先講說這個 L的determinant跟L的transport的determinant是一樣 那這個一樣呢 為什麼 因為這個都1 為什麼L跟L的transport的determinant都是1呢 因為我前面跟你講了 這個tri 第七個如果跟你說 這個triangular matrix triangular matrix的determinant是什麼 是對角線相乘 所以L是一個triangular matrix 然後它對角線都是1 L transpose L是原來是lower triangle matrix L transpose變成upper triangle matrix 但那個對角線都沒有變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對角線全部都是1 所以它的determinant都 所以也都是1 所以兩個 both have ones on the diagonal 在 diagonal上全部都是1 所以從這個rule7我剛剛講的 rule7是講的是 triangle matrix的determinant 所以等於這個1相乘 所以全部都1 1相乘都1 所以這兩個一樣 因為都是1 所以L跟Ltransport的determinant都一樣 都是1 然後再來是我要講這個 這兩個一定一樣 我再說這兩個一樣 所以它們相乘就一樣 那U跟Utransport的determinant也一樣 這個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個都是 這個是upper triangle matrix 然後這個transport以後 變成lower triangle matrix 然後你取transport以後 那個對角線不會變 對不對 所以這個upper triangle matrix 的determinant等於對角線相乘 所以這兩個對角線 這兩個determinant都是對角線相乘 然後對角線沒有變 所以就一樣 這兩個triangle matrix都有同樣的diagonal 所以這兩個triangle matrix 這也是Rule of 7 Rule of 7是說Triangular matrix的Determinate OK 好 所以我說這兩個等號的右邊 這個等於這個 這個等於這個 所以這兩個已經相等了 這個是相等 所以這邊就會相等 那這邊相等的話 我再來就說這兩個Determinate一樣 那就它就一定一樣了 好 再來 然後這邊這個P是什麼東西 P是一個Permutation matrix 就是把這個Identity matrix做一個排列 Rule做某一種排列 叫Permutation matrix 然後你回去翻一下 我一開始講這個Permutation matrix的時候 我有跟你說這個 P乘上P的Transfer是Identity 因為它的Rule就變成它的Colon 這兩個Colon什麼時候會對到 因為它每一個Rule都只有一個E 那這兩個什麼時候會對到 是同一個Rule對應同一個Colon 所以那個E才會對到 其他Case那個E不會對到 所以就變0了 所以這兩個相乘是單位矩正 前面講的 你可以回去翻一下 事實上我是跟你說 它的Inverse就是它的Transfer 就是以前有講過 Permutation matrix 所以你取一下 把它左右兩邊都取Determinant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了 所以這兩個矩正相乘的Determinant 個別Determinant相乘 然後Identity的Determinant是1 然後這個是Rule1 Identity的Determinant是1 是Rule1 然後兩個矩正相乘 等於個別Determinant相乘 這是Rule9 OK 然後再來 然後兩個都是Permutation matrix 那Permutation matrix的Determinant是多少 Permutation matrix的Determinant是多少 這前面講過了 我一開始就講了 Identity matrix的Determinant是1 Permutation matrix只是把它Rule換一換 對不對 你如果基數次換它就是-1 偶數次Rulegen就是1 所以它這個兩個矩正的Determinant 都只是正-1而已 但現在因為兩個都只是正-1 然後兩個相乘的1 表示這兩個同號 不是同時正-1 又是同時負-1 這兩個是Bose plus1 Bose minus1 因為兩個乘起來是正的 所以兩個一定同號 那兩個都是正-1 所以不是兩個都是正-1 不然就是兩個都負-1 不然就是兩個都負-1 這個是如果是1跟2 如果跟1跟2 你就可以推出來Permutation matrix的Determinant 是正-1 所以它兩個同時正-1 兩個是同時負-1 同時負-1 兩個都負-1 所以就相等 所以我已經正了 這個L等於L跟L的Transport Determinant一樣 U跟U的Transport Determinant一樣 P跟P的Transport Determinant一樣 所以回來看這邊 所以它等於它 所以這兩個相等 所以兩個相等以後 這個乘這個會等於這個乘這個 然後這個兩個相等 所以這兩個照相等 那我剛剛說這個會成立 是因為這個不是0 才能這樣講 那我已經說它 說這個東西是non-single了 所以後面才會work OK 所以它就剩下了這個A的Transport A就會等於 A的Determinant 所以基本上它都是在用前面的Rule 剛好這個證明順便讓你熟悉一下 那幾個Rules 好 然後 因為這個關係 因為A跟A的Transport Determinant一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 因為這個Rule的關係 可以到下面這個結果 就是 我們前面講的那幾個Rule 每一個對這個Rule的Rule 都可以apply to the columns 都可以apply to the columns 就是跟肉有關的這個Rule 前面Determinant那幾個Rule 你就把肉換成Column 照樣work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A跟A的Transport Determinant是一樣 比方說 我這邊說 如果兩個Rules 如果有一個Rules 然後這兩個Rule 做對比場 就是這個Rules 抵ڥ金 然後這個Rules 如果這個Rules 這個Rules 去對比場 那幾個Rules 當地那個Rules 然後這個Rules 對比場 因為這個Rules 然後這個transfer 變號 會determine變號 然後你再把它transfer 回去 所以那個還是變號 所以同理 所有這邊跟 row 有關的性質 對column 你把 row 就換成column 就一模一樣 比方說這邊說 determinance is a linear function of each row 所以這個 rule 你把它變成column 就說determinance is a linear function of each column 然後兩個 equal columns 然後你把一個column乘一個倍數 從另外一個column扣掉 determinance不會變 如果你有一個zerocolumn 這個determinance是0 所以前面那幾個跟 row 有關的性質 全部把它換成column都一樣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你可以先把它考慮它的transfer 那column就變成row了 所以你row的性質對column都會符合 所以我這幾個性質講到這邊 這個有問題 然後下面就來用 比方說我就可以開始 怎麼樣算一些東西 所以我下面就來 基本上下面都是在用前面的這幾個性質 好 所以第一個呢 這個我要算這個determinance 有一個formula叫做 piver formula 這個事實上我前面在講某一個rule的remark題 我們再講一次 ok 好 就說 這個determinance值跟piver有關 好 我一個n by n 的 matrix 我可以得到這個pA的LU 我可以得到這個pA的LU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ok好 這前面講的 你把A做肉做適當的permutation以後 我可以分解成做高式消去法 得到L跟U L是Lower triangle matrix 對角線都是1 U是Apple triangle matrix 對角線是那些pivots 好 那這一定可以做到嘛 你將的n by n 局 真的可以做到 如果它是single的時候 這個U就不會有 不會對角線都不會全部是0 對 它如果是single的時候 就可能裡面有些是0 不會全部是不為0的 它如果不是single的時候 那個pA就有n個non-zerop 所以這個對角線全部都不為0 好 這前面講的嘛 然後我就把左右兩邊都取determinant 我畫兩個刮起來 跟寫個第一梯子一樣 只是同一個 表示同一個東西不同符號而已 那這個是rule or not也講的 對不對 兩個矩正相成的determinant 個別determinant的成績 所以都要這樣子 然後呢 我知道p是permutation matrix permutation matrix的determinant 是正負1 這剛才講的 所以正1或負1 看它做幾次roll exchange 幾數次是負1 偶數次是正1 所以這個是正負的determinant A 然後呢 L呢 L的對角線都是1 對不對 所以它是lower triangle matrix 所以它的determinant 就是直接1相乘 所以是1 然後U呢 U呢 U是 upper triangle matrix 它的對角線全部都是那些pivots 對不對 所以它的determinant 就是對角線相乘 就是那些pivots相乘 pivots相乘 OK 所以這determinant是多少 determinant基本上是那些pivots相乘 只是可能會差一個負號 可能會差一個負號 所以就得到這個式子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講的所謂的pivots formula 一個矩正determinant呢 跟pivots相乘 然後可能會差一個負號 那什麼時候是正負呢 就是你在做Gaussing Inflation的時候 你做了幾次 roll exchange 如果偶數次 這就正1 如果基數次 就負1 OK 所以在如果一個矩正給你 你做高絲法做完了 這個行列是值就知道了 你就把pivots相乘就好了 有沒有問題 所以高絲消去法也是在算這個determinant的一個方法 你把高絲消去法消成alpha傳承過了以後 你就把對照線乘一乘 這些pivots乘一乘 就變成就是它determinant值 只是注意一下你的roll exchange的數目就是了 好 那就算出來了 所以你算determinant 由高絲消去法 就把體論也算出來了 什麼問題 好 然後呢 從這個結果我知道嘛 如果你少於n個nonzero pivot 就是說這個u的對角線不會有n個不為0的數的話 there are fewer thannpivots 少於n個pivots的話 就是這個裡面n個pivots有一個是0 至少一個是0 所以相乘以後變0了 所以這determinant是0 總鋼的第八個ru 對不對 你少於n個pivots就single single的determinant就0了 ok 然後它determinant是0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我們前面講的它是single determinant a等於0 然後呢a是single了這個時候 問題吧 所以這邊這個你就 Gaussing elimination做完了都知道了 ok 問題 這第一個叫做pivots formula 你說高絲消去法做完了 determinant值也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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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